两派人马分成黄蓝两色 上百人大乱斗 拿到什么都往空中丢 谁通椅子棍棒鞭炮都可以当作武器 还有兵士车往人群冲撞 场面混乱 另一边男子被压在地上打 就算听到警笛声也没打算停手 甚至有人偷开警车冲进斗人群 简直无法无天 这是下午两点多 云林北港武德公参乡 警方调查主要是两边阵头放鞭炮时 不小心烧到对方神叫的不连 一言不合才会大打出手 同一地点两小时前的炸轿仪式 整顶神叫被炸到焦黑 惊悚画面让网友直呼 根本是在玩火自焚 前一晚深夜11点多 大甲妈绕镜才刚起架 大甲街上就先发生推挤 接着大甲西桥 一群年轻人因为行车纠纷 起冲突下手凶狠 如果信众吓坏 拍下影片说这根本是格斗场 接着周六晚间 行进彰化民生地下道被公认为一级战区 强调推挤年年都来 这次警方大征仗部署650名警力 4000个改道牌交通追 坐好人车分流措施 高度警戒严防 大家闹事 接中部综合报导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 Code快点购 扫一下 来QRi Code快点购